所以无论从全球治理的意义 大国协调的意义 和经济复苏的意义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 仍然能够召开G20峰会和APEC会议 对于整个全世界来讲 都是具有极其重大的 积极的贡献和作用 这次在巴黎岛的中美元首的会晤 为未来的中美关系 明确的重要的方向 去推动它逐渐违规到健康的 稳定的正轨 就中国的方案 对于全球治理来讲 它是有沉淀性的 是厚重的 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财经热点 深度解读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财经连线 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 于11月16日闭幕 今天 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泰国曼谷拉开帷幕 当前 国际局势急剧变化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包括G20峰会 APEC会议在内的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 具有怎样的意义 中国在推动多边机制 完善全球治理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中国方案对于应对全球挑战 提供了怎样的思路 全球财经连线就上述问题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王院长您好 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在当前全球抗议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 G20峰会 APEC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 具有怎样的意义 实际上现在应该是处在二战以来 全世界的国际局势风险最大 恶化的趋势最明显 复苏也处在一个最乏力的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 能够面对面的会晤 对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来讲 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现实的推动作用 和恶化局势的缓和作用 具体来讲大概有这样三点意义 第一个就是全球治理的意义 就是面临着现在的安全形势 经济形势 粮食危机 气候变化 还有因为种种原因出现的 增长的乏力这些现象 大国之间坐在一起 将会发挥的非常好的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这样的作用 第二就是面对的 目前的这种安全局势的恶化 这些国家能够坐在一起 它能发挥的大国危机协调的作用 第三就是面对着 目前包括贸易增长 经济增长 都呈现出来了 乏力的趋势 将会向整个全球的市场 示范复苏的强大信号 所以无论从全球治理的意义 大国协调的意义 和经济复苏的意义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 仍然能够召开 G20峰会和APEC会议 对于整个全世界来讲 都是具有极其重大的 积极的贡献和作用 您如何评价本次G20峰会的成果 在哪些议题上有所突破 实际上这一届G20峰会 讲述到了共同复苏和强劲复苏的 这个说法和主题 我认为是切中的要害了 那么对于2022年 全球的复苏的趋势 远远低于我们此前的预期 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型经济体来讲 面临着复苏的巨大的障碍 所以这次G20的成果中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 就是面对的共同复苏和强劲复苏 二十国集团都共同声明 要采取切实的精准的迅速的必要的行动 这样的二十国声明中 采取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有助于全球所有经济要素 和经济机构和部门 都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复苏的议题来 而且二十国领导人的共同声明中 还讲到要使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 包括通过国际宏观政策合作与务实协作 来应对当下的这种共同的危机和挑战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二十国集团这些元首们 能够坐在一起 是向目前非常低迷的经济增长的全球状况 注入了一个强心计 注入了一记非常重要的信心 释放的类似这样的一个信号 G20峰会宣言指出 各国央行将继续适当调整货币政策收紧步伐 同时注意这些政策的跨境溢出效应 您如何看待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 您认为当下宏观政策的协调 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难度有多大 实际上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着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糟糕的 这样的风险的前沿 不止一位或者多位 或者多个国际经济的相关的智库 和相关的重要的国际组织都在预判 可能在明年年初 或者可预见的将来 会有一场令我们想象不到的 经济危机的这样的预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采取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 就显得非常重要 但是过去的一年多 明显大国之间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感 是非常差的 尤其来源于美国的过去一年时间的 数次非常激进化的加息 使得其产生的风险不断的外溢 所以在这次G20峰会中讲到 说要降低跨境溢出的效应 一方面是以一种非常隐晦的话语 向美国施压 希望美国在加息的过程中 应该照顾到他国的利益 应该顾及到本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所产生的货币政策过程中的 外溢的效应 也应该对美国 让他能够适当的去泛慢 所谓这种货币政策的收紧的节奏 那么所以这样的前提下 我觉得应该说G20 在这次峰会中 对于大国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是有一种压力 是迫使大国之间 要做出一定的经济金融 货币政策的这种协调感 所以在公报中 我们会看到这些讲 大国领导人们就讲 说要承诺宏观政策的合作 要繁范下行的风险和负面的万一效应 所以种种的信号都在讲 尽管全球治理 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风险 和下行的这样的压力 但是我们可以至少从 这个共同声明中可以看到 这些大国的元首们 还是为一个复苏的全球经济 而在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美元首的会晤 是本次G20峰会上的重中之重 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这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达成了怎样的共识 实际上这次会晤 至少起到了一个在可预见的将来 发挥了一个止跌 回稳的这样的趋势 所以我们会看到两国的元首 除了分别阳述到各自的国内的一些状况以外 还对当下的中美的战略的互动 尤其是敏感的台湾问题 都讲述到了各自的一些关切 并且都承诺 下一步要回归到各个领域的对话 这使得相当长一段时间来 中美的在政治和官员层面上 高级官员层面上的相当多一部分的对话 即使都已经停止的这样的前提下 又重新恢复各个领域的这种对话 那么只要有对话 两国的关系就会跑到哪儿去 所以应该说这次在巴黎岛的 中美元首的会晤 是那么多年来 第一次面对面的这样的会晤 它的的确确是有助于两国关系 从悬崖的边上稍稍拯救回来 那么这也为未来的中美关系 明确的重要的方向 去推动它逐渐回归到健康的 稳定的正轨 但是现在中美两国的的确确 它存在的一部分的 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的矛盾 再加上世界上都面临着 这些经济增长的乏力 通货膨胀的高企 能源危机 粮食短缺等等一系列挑战 所以中美元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接下来在两国互动上 在执行上 在落实两国元首的承诺上 我觉得双方都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中国在推动多边机制 完善全球治理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中国方案对于应对全球挑战 提供了怎样的思路 这次在G20的领导人的共同声明中 其实专门提到了2016年G20 在杭州峰会的一个决议 就支持非洲和最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参议 那么这样的一个决议 我认为应该说当年2016年的时候 就有着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 以至于过了六年以后重新再提中国单年的方案 这可见就中国的方案对于全球治理来讲 它是有沉淀性的 是厚重的 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所以这次G20的元首的共同声明中 都不断的强调源于中国的一些贡献和方案 你比如说中国不断的强调 要支持联合国2030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那么所谓的SDG2030 那这样的一个目标 同样在这次共同声明中重申 并且要重振多边主义来应对共同的发展挑战 所以这样的一些方案 包括要把G20作为禅销的全球治理机制 我觉得这些想法都是源于2016年 杭州G20峰会的中国的智慧和中国方案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确实可以看到 过去的这些年来 无论是在2013年提到了 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参议 还是近年来提出全球发展参与和全球安全参与 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贡献 智慧是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经得起世界发展和现实复杂多边的考验 本月的东南亚是国际聚光灯的焦点 G20峰会 APEC会议这两场重磅活动都在东盟国家举行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呈现怎样的趋势 未来在哪些领域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 实际上东盟这些年来 我觉得逐渐逐渐成为全球 区域一体化和与大国合作的 这样的典范性作用 而且东盟和各个大国之间的 这种关系的这种协调感 合作感和平性要做得更好 那么所以在这样前提下 过去的20多年 中国不断的推行与东盟的合作 就显得更加有历史沉淀感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的推行10加1的对话 推行中国和东盟的自贸区建设 推行跟东盟之间在基建 数字经济 绿色金融 以及方方面面的贸易的合作 体现了中国和东盟在内的 东亚国家的集体崛起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这种趋势 实际上是代表着世界的未来 那么未来我们会看到 类似这样国家和国家之间 相互尊重 战略互信 然后追求经济一体化 经贸一体化的这种模式 会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的 这种典范的引领作用 那么这样的典范和引领作用 不断的拓展 会给世界带来下一轮的繁荣 亚太区域一体化 对全球经济复苏有怎样的作用 RCEP给区域经济带来怎样的机遇 实际上亚太区域的一体化 应该说过去的20年 对于全球化的持续的推进 应该是越来越发挥了引领的作用 现在亚太经济的经济总量 已经占有全世界的50% 甚至60%以上了 所以这一两年来不断推行 并且落实的RCEP 也呈现出来全世界最大的 自由贸易区的这样的趋势 应该说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复苏 亚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 可以成为引领者和领头羊的这种作用 中国在亚太区一体化中 是起到了定盘针的作用 是起到了压参时的作用 只要中国的经济不断地出现 复苏和可持续性发展 那么亚太区一体化 对于全球经济复苏来讲 它的作用也将继续地持续 并且将发挥更大的这样的贡献 好的 谢谢王院长 面对全球经济挑战 世界各国必须同舟共济 加强团结合作 中国将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继续为全球经济复苏增长 提供驱动力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再会